哈利路亚 太感谢主了 非常 谢谢刘牧师师母 义伯牧师 传道 长老弟兄姊妹们 我告诉你们 差一点来不了了 我来这里一个星期 那星期一我就请了一个看护 这是很早以前就安排了 结果没想到他星期一来 星期二早上就说他不做了 来一天 他说因为工作太多 他说没有人 你这个请不到人的 这只有家属可以做的照顾 因为我先生中风卧床 那星期二傍晚赶快找一个 另外一个看护来 那我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 教他我怎么样照顾 我的先生 军委的爸爸 半夜四点我就起来 因为是七点的飞机 感谢主平安到这里 那我想很多人要问我的话是什么 中午是怎么样的呢 对不对 这是大家很关心的嘛 那我告诉你们他比我好 因为他的皮肤比我漂亮 那个凡是来到我家看到他的人 你知道那个脸神 都很惊讶 哇那个皮肤怎么那么漂亮 气色这么好 然后我们的家庭医师来 也是进去看到他就吓一跳 因为差不多两三个月来一次嘛 他就说哇他气色很好 又隔了两三个月来又说 他气色很好 然后最近我姑姑跟表妹来 他们从台北来 我们已经好几年没有见面 他是蛮伤心的 我姑姑因为他没有姓主 他常常为我就是很难过 像台语说最坏的名字 怎么好好的先生 是需要我这样服侍他 所以他就来看 进去房间 他就问我说 可不可以进去房间看他 我说可以 我一进去 他们两个都吓一跳 他说哇怎么气色这么好 然后曾经有来过的 你们叫介护嘛 我们在台湾叫居服员 就是要来照顾他的而已 你们猜他怎么说 我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屁股 都没有入窗 好几年了 好像都没有入窗 然后身上没有臭味 因为这种卧床病人 因为尿烧味啊 体味什么的 然后俊伟的弟弟 Nazuki就说 他是全世界最干净的病人 最香的病人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一张图 请俊伟 这个是我们在床上帮他洗澡 泡澡 就是他睡的是电动床 我们在帆布 放在下面 然后四周围起来 从浴室的那个管子 联盆头水管接水放进去 然后呢洗过澡以后 再用一个管子 把那个脏水抽出去 是这样子 所以他在那里可以放松 一个礼拜才有一次或两次 你看到那个左边这边有一个夹子 那个是比较高的 所以他水可以往低的地方流 是这样子 所以有人说 俊伟员说 连蔡英文都没有这种享受 她说你们这是五星级的 因为你知道吗 这种卧床病人 帮他洗澡是放在轮椅 推进去浴室 冲一冲就好了 没有让他躺在那里 对对对 所以他会比别人更好 气色各方面 感谢主 我最近发现一件事 因为他睡觉需要测睡 就让他这样测睡 可是到了半月 他的那个身体就变了 换了姿势 因为他比较能够动了 然后那个姿势 姿势就是说你要重新 他的手啊脚啊 因为他本来是你放这个位置 他就是到天亮就是这个位置 可是到半夜他就会动了 然后还有他这样子头这样子 现在会这样 很快 我也很惊讶 然后有一天 我们的居服员 借户就说 叫我进去房间 他说 他这手会举很高了 他手会举很高 我说 这个我早就知道了啦 我早就知道了 我就告诉你啦 要常常唱歌给他听啦 常常跳舞给他看啦 我就这么说 为什么 你唱歌的时候 他也想唱 他的身体会动 跳舞的时候 我的手动来动去 我们在敬拜 他也想动 所以他的身体会改变 灵魂体 他的身体已经衰败了 但是我们需要在灵的方面 帮助他更健壮 所以要听诗歌 听圣经讲道 为他祷告 还要领圣餐 在魂的方面呢 他常常跟他讲话 刺激他的思考 那有时候 我会常常说错话 故意说错的话 让他去思考 因为他是一个 很喜欢纠正别人的人 到牧师久了 弟兄姊妹在台上讲 他绝不和错了 就台下 你就要听他纠正 所以呢 他就 我就 讲一些话 就让他 动一动脑筋 然后 像我会拍他 那个 我们差不多两个小时 因为握床病人 怕他弹 堵足 所以我就 我要拍他 这样拍 一天 不知道几次 如果你是常常这样子翻身 啪啪啪 你会很无聊 你会觉得 而且你的手会很累 我就 我说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六 就这样子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一 大月 上 四 就差不多要两百下 或是十分钟 其实我不会讲客家话 我就说 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对不对 对不对 我知道 对不对 所以我就问他 因为他会客家话 我就不会 我就故意说 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对不对 因为他以前曾经说 我的客家话叫不来的 所以没有关系 因为我是在跟他沟通 要陪伴他 他有时候我会逗他笑 逗他笑 可是他真的是笑不出来 真是要给他美好的回忆 我就说 高山青 见水辣 因为我们两个唱过这个歌 然后呢 他成绩很好 我表演给你们看 现在 你们开始笑了 没关系 现在颁发第一名县长奖 请周志愈同学 代表上台领奖 他就说 那就我就说 你们音乐是不是这样 我又不是你们学校 我不知道 这个是我想的音乐 我说对不对 然后他的眼睛就扎 扎扎 他扎眼睛就是对 所以这是也是他们学校的音乐 所以你看我照顾他 有没有很辛苦 没有咧 很喜乐 可是在睡眠这一方 我真的是很不够 因为那个晚上 我需要帮他翻身 还有那个尿要到 看看他的情况 可是主帮助 越来越喜乐 还有当然我们照顾的人 要吃得饱 找时间休息 安静 睡觉运动 我觉得一个照顾病人的家属 很重要就是 常常给他看到一个 喜乐的脸色 因为他已经没有尊严 他已经一无所有的 没有希望 但是你鼓励他 你给他一个喜乐的脸色 他会有信心的 那有时候我还常常跟他道歉 我说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你这样 我帮你摆这个姿势 有没有舒服啦 不好意思啊就这样 我只会这样 没办法 然后衣服弄脏了 有时候咳嗽弄脏了 喷出来那个鼻涕啊 或是排便什么弄脏了 那时候不能生气 也不能给他难看的脸色 要慢慢的 还跟他说 没关系 慢慢来 我把他清理干净 是需要这样子鼓励他的 不是让他现在脏跟臭 你就弄脏了你就很烦 等一下我会讲这个 这方面的事 那自从周牧师中风以后 我需要照顾他 我觉得很奇妙 帮助我服侍的人 你看其实我已经离开教会的服侍 我每天是在照顾他 可是神就量给我机会 去服侍一些穷苦的 身心有障碍的人 经济需要的人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开始接触一些护士 一些介护人员 居服员到我家 他们就会说 他们去过的家 很穷很穷啊 或是这个病人 就是他蛮不容易的地方 那个创世基金会 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帆布 就是创世基金会给我们的 他一个月到家里来 帮我们泡澡 但是后来我们学会了 他就几乎不来了 有一次呢 那个护士就说 你们家很好 你们家都有大的浴巾 浴巾 因为他告诉我们要两三条 洗好澡就帮他包起来洗一洗 这样让人擦一擦 他说有的家没有 我说怎么可能 那一条台币一百块 他说没有 他说很多人都是一条毛巾 从头插到脚 而且是小小的 有的不是说家里没有钱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台湾有一些家庭是这样 这个人已经 你看他没有药可救的时候 不是要赶快救他 就是反正这个迟早会死了 就这样让他去了 就是这样子 后来我就想说 我第一次听到这样 说连这个这么便宜的东西 家属都不愿意买 我就去买了一堆毛巾 就跟那个老板很熟了 老板就会送我 或是算我比较便宜 几次以后 这个老板也很有意思 我要来的前一个礼拜 我又去跟他买 结果他又送我 送我几条 那个差不多要一千五 他就算我一千块 我就说你这样可以吗 这样卖我这样可以 他说善事不是你做的 意思是说他也要做善事 在我们的周边的人就受影响 然后我们家的借户也是这样子 我有时候会跟他说 现在某某人怎么样 像我跟他说 有一个人 我们教会有一个先生 我说有一个先生 他是讲话口级 还有他的脚有一点活脚 他在他单位被欺负 单位的人跟他说 你不要来了 你不要来了 然后我们也就鼓励他说 你不要上当 你这个是高考进来的工作 不要上当 我们也就鼓励他说 你看哦 你们现在要你们卖 那个仙草茶 台湾的仙草茶 每一个人要推销十箱 一箱才会一千块 一千块十箱 但是如果没有推销出去 你们要自己买 所以呢 在公司还没有出货的时候 他在教会就讲这件事情 那有一个姊妹买 我就买其他的嘛 我妹妹就说 你看 你们里面同事 有没有人 还没有出货 你的业绩已经达到了 十箱都卖了 他就说没有没有没有 只有他 这样子 就是鼓励他的信心 那我告诉你们 其中有一箱 是我们家的借户买的 因为他已经 因为他常常看到我这样 我的东西进进出出 所以他也会 就是帮助那些需要的人 有一次我的客厅 有一包尿布 我就说 你这一包拿去 给你那个 照顾那个阿嬷 他说周牧师要用 我说拿去拿去 我需要再买 可是你知道吗 隔几天 我妹妹给我两包 对不对 很奇妙 所以主很奇妙就是 有这样的机会 我以前不可能去接触到 这种家庭 这些很需要帮助的人 主就带领我这样子 你知道吗 我们已经没有服事 我们没有收入 真的是倚靠主仰望主 这一次来 请看護 那个费用非常贵 台币一天三千 日币要一万多 然后我是前后请他 八九天这样子 那后来算一下是两万四 因为刚才第一个 刚才说那第一个就不做 就两万四 但是这两万四 主就预备了 我都还没有去想 想这个钱的事 在几个礼拜前 一个牧师 他跟我妹妹联络 他说我找不到你姐姐 我要寄奉献给她 然后呢 我妹妹说好好好 我转给她两万块 然后再来隔一个礼拜 又有一个牧师 他说我已经挥了四千块给你了 你去查一下 两万四 对不对 主都预备 所以我发现 现在主让我使用金钱 不是我去存钱 我有钱 我是这里来出去 这里来又出去 而且我是神的管家 钱不是我积在我的身上 我的账户里面 我的钱越来越多 我就越有安全感越高兴 No 我的喜乐增加 那才是真正的安全 感谢主 还有呢 你看我已经要照顾周路师很多时间 主还要我关心去传福音 第一个就是家人 家人 我的姑姑 小姑姑 八十几岁了 去年我的姑丈过世 他们家成片一个很乱的现象 因为先生一走了 我姑姑就很孤单 然后我表妹 爸爸走了 当然很难过 接着 她的两个朋友都走了 所以她的精神就受到刺激 就忧郁症 忧郁症她就常常关在房间 然后妈妈一个人常常在客厅 我姑姑就很自怜 她说孩子看她的朋友比我重要 为着她的朋友难过 都没有想到妈妈这么 现在很辛苦 需要有人陪伴 所以他们家这个问题就没办法 可是感谢主 我后来就寄很多食物给他们 吃的东西就不用煮 不用做饭 鸡肉 菜 鱼 什么包子馒头 能够寄的 都寄给他们 然后他们一吃 他们就很开心 因为有时候他们没有食欲 心情可以吃 所以就是这样 然后也借着这样子更多的连结 我姑姑就觉得我们很关心他们 然后现在教他们祷告都OK的 这个小小的一件事情 这样子 然后我来 要来日本以前 接到一个师母的消息 他说他的牧师 他先生跌倒了 结果跌倒以后 就脑出血中风 现在已经开过刀在医院了 你看他来找我 我就发现他不会处理这些事 他跟我说他累爆了 他快崩溃了 因为真的没办法 这个是我的经验 然后医生又说一些话 这是我走过来的路 但是我现在可以帮助他 对不对 我们苦过了 现在走出来是很甘甜的 因为我觉得 哎呀不需要搞这些事情 很复杂 因为比如说 他那个便秘 那个牧师便秘 医生就用药给他 一个晚上拉四次 他就一直在那边清清 然后那个清那个垃圾 还有床单都弄 我就说不是用床 要买一个垫子什么的 然后说吃医生菌 要怎么样怎么样 很自然的排便 不是用药这样子 所以就慢慢帮助他这样子 这个不是我 有时候我就想说 主耶稣我已经很忙了 可是你为什么又这样子 但是我很感谢神 我很乐意 因为这是我走过来的路 我不是在哀声叹气 我是在这种困难的里面 仰望神 走出路来 然后在复活节的时候 我的邻居 因为我们是住在社区里面 我们楼下 11个人 11个人这些邻居 都带到教会去 复活节 带他们到教会去 然后那天我就 居然会 我就说 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在卖煎包 生意不好 我就说今天来的每一个人 可以去他的店拿煎包 每一个人三个煎包 一个乳肉饭这样子 结果你知道很少人去 因为他们都怕我付钱 只有这11个人去拿 但是很奇妙 这11个人就去拿 拿了以后他们觉得不错 以后15个人去 以后要17个人去 那教会有什么事 邀请他们来 他们就是当志工 很愿意做事 教会主爱愿他们说要来 做什么帮忙他们就要来 那所以我们要实时的来照顾这些 这11个人 就像教会的 这个新来的木道友 然后 有一天我就说 我请你们吃日本料理 去日本料理吃饭 那Nazuki不敢去 他说那个很贵 他说很贵 那我也知道很贵 那好 11个人去了 他们有人又说 我可不可以再邀别人 我说可以 他就又要两个好朋友来 那我猜到了 我说你们有没有来过 吃过日本料理 他们说没有 那为什么要请他们 已经年纪大了 七八十岁了 我们给他一个机会嘛 对不对 还有这一家的老板 最近生意不大 我们来打打气 是这样子 所以花钱有没有价值 有价值啊 那今天用了四千块 我们那个居服员 我就跟他说 四千块 我 我的年金五千块 周牧师五千块 我们一万块 四千块算什么 我就是这样 因为我有打算就是说 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 至少我们有 一个月有一万块 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他就说可是 人家有些人就拿不出来啊 但是他看到我这样子 我也很喜乐 他也越来越喜乐 因为我也跟他讲见证 你看我都没有 没有去 这个两万四的事 他也知道了 所以很感谢主 主真的是帮助我 很多方面的突破 不是在那边苦苦的 当一个照顾者 照顾牧师啊 这样子常常 每天做那些事 反而让我 更多的机会去突破 还有真的是 需要常常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就拍他 哈哈 利利利 露露露 哈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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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很多音 为什么要逗他 然后压就拉很长 或是路很长 他一直会想 怎么还不赶快结束了 他的头脑就要跟着你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治疗的方法 因为我们的医生 每次去都是 看那个什么 厌血 这个 抗磷血剂 剂量是两颗 一颗半 现在的 就是只有这样 他没有药可以医呀 但是我们陪伴他的人 我们可以帮助他 提升他的信心 他的身体会越来越好的 我相信 还有非常谢谢弟兄姊妹们的祷告 牧师师母的关心 真的 未来越好 我们有信心 谢谢 感谢